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宗靖堂 宗靖堂是一种螳螂,属于螳螂科 以下是有关宗靖堂的资讯 宗靖堂的身体呈棕色,具有类似叶片的翅膀 这种形态有助于它们在树叶和植物中进行隐蔽 雌性的身体相对较大,有时长达数英寸 而雄性较小,它们的前足具有捕捉猎物的前状结构 宗靖堂是肉食性昆虫 主要以其他昆虫和小型节肢动物为食 它们会蹲在植物上,等待猎物靠近 然后使用潜壮潜足迅速捕捉 它们通常以静止的方式进行捕食,顾名靖堂 宗靖堂分布在亚洲多个地区 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地 宗靖堂的繁殖方式与其他螳螂类似 雌性通常会产卵在植物上 并保护卵囊,直到幼虫孵化 宗靖堂在生态系统中扮演捕食者的角色 对控制昆虫数量具有一定的帮助 宗靖堂的卵 宗靖堂的卵通常是一个矩形的卵囊 由雌性螳螂产在植物的叶片、枝干或其他表面上 以下是一些关于宗靖堂卵的特点 宗靖堂的卵囊呈现棕色到浅黄色 表面有凹凸不平的结构 类似于小型的凹凸花纹 卵囊的大小和形状可能因个体和环境而略有变化 雌性宗靖堂通常会选择植物的叶片或其他隐蔽的地方来产卵 以保护卵囊免受天敌的侵害 卵囊被固定在表面上 有时雌性可能会在卵囊周围制造一些丝线来固定卵囊 一个宗靖堂的卵囊通常包含多个卵子 数量可能在几十到几百个之间 雌性宗靖堂会在产卵后继续保护卵囊 以确保卵子能够安全孵化 卵囊提供了一层保护 防止卵子受到外界的伤害 卵囊内的卵子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后孵化 产生小型的螳螂幼虫 幼虫孵化后会爬出卵囊 开始寻找食物并成长 宗靖堂生命 宗靖堂具有以下生命周期阶段 雌性宗靖堂会在植物的表面上产卵 形成一个囊状结构 称为卵囊 卵囊通常包含多个卵子 并提供保护 以确保卵子能够安全地发育 卵子孵化后 幼小的宗靖堂幼虫会爬出卵囊 它们需要寻找食物并成长 幼虫通常会在附近的植物上寻找昆虫 蜘蛛等猎物 以满足它们的营养需求 随着幼虫的成长 它们会经历褪皮变态 逐渐变成泳状 在这个阶段 幼虫会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 例如植物的叶片或其他遮蔽处 并在那里进行涌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涌化 涌会孵化成为成年的宗靖堂 成虫具有完整的翅膀 并能够飞行 它们会继续寻找食物 进行交配并繁殖 宗静堂寿命 宗静堂的寿命会因环境 食物供应 生长条件和个体健康状况等因素 而有所变化 一般来说 宗静堂的寿命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卵囊阶段 卵囊孵化出幼虫后 卵囊本身的寿命结束 幼虫阶段 幼虫的寿命取决于其营养状况 生长环境和其他因素 一般来说 幼虫可能会在数周到数个月的时间内成长 永阶段 永的寿命较短 通常只有几周的时间 这段时间是幼虫进行褪皮变态 转变成成虫的过渡阶段 成虫阶段 成虫的寿命取决于种种因素 包括食物供应 交配机会 环境条件等 一般来说 成虫的寿命可能在数周到几个月之间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只是一个大致的寿命范围 实际寿命会因多种因素而有所变化 在适合的环境下提供足够的食物和适当的生长条件 可以帮助宗静堂达到更长的寿命 以上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